台湾新竹科技公司经理法轮功学员中鼎帮 遭中共拘捕已经一个月 台湾各地陆续发起营救中鼎帮人权联署 多位立委、县市议员也加入联署申员 并向政府喊话 必须尽速将台湾公民中鼎帮营救回台 法轮功学员为营救被中共非法拘留 将近一个月的中鼎帮 15号下午在嘉义火车站前 展开人权联署征签活动 即使下着雷震雨 不过还是有超过一千多位民众 签下自己的名字 希望中鼎帮一家人早日团聚 希望我们台湾人都能够站出来 为我们台湾的人权说句话 也希望政府能重视这件事情 赶快让中鼎帮赶快回家 让他们的孩子能够安心 我今天也特地带了我的两个孩子 来从事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希望能够借此唤起更有很多 有善心而且正义感的台湾人 共同来支持这个人权的活动 全台各地响应联署 包括立法委员以及县市议员 也加入联署 并批评政府在引救台湾公民上 没有作为 台湾当局如果就这样子消极的面对 那而后对台湾人 如果到中国大陆地区 去旅游也好 去做各样的一个事情的处理 我想是相当没有保障 没有受到一个安全的维护 中领帮这个案件 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 中国这个长期忽略人权的部分 然后甚至中领帮就这样消失了 那但是看起来 我们的政府对这件事情 也非常的消极 包括陆委会 包括海基会 都没有具体的动作 除了联署申员 立委李军毅 也将在立法院临时会提案 一定要让政府出面救人 已经有很多立法委员在关切 那么个人在我们23号临时会开始 我会特别来找 这个陆委会跟海基会 关于中领帮先生的案子 我们一定会督促他们 更积极地做出动作 务必先让家属看到人为止 台湾各界纷纷对此案件表达关切 公开呼吁要马总统救人 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道